三 九 哎呀 都是真的 大小姐 怎么一身湿气啊 您是站了一整夜吗 我这就去叫主子起来 没事 让他睡吧 最近府里人寿不够 我怕没人盯着又出事 你来了就行 我先回屋了 我要让厨房给您煮一碗姜汤吧 这样可能会受寒的 到时候送我房里来 我先回去了 姐儿 小姐 刚才 不要麻烦别人了 待会儿 我去煮一碗姜汤 你让人给大小姐送去 可是 小姐 是跟大小姐生气了吗 没有 显然有些不明白 大小姐不开心 小姐也不开心 若是闹矛盾 何必闹到这个份上呢 没事 你要是担心大小姐 就收拾快点 是 人家 金江文学城 鸣野原著 范角 冠声文化 联合出品 古风广播剧 废后 第一季 第八集 我看爹爹眉头紧锁 可是朝中的事情 让爹爹为难了 何止是为难 如今圣上的态度很明确 他罚了自己的亲弟弟进族 却没有罚我 这是想等我自己开口啊 那简单呀 就 就罚我也十天不出门就行了呗 吃你东西 你和吴王是一回事吗 我倒是有个想法 不知道爹爹怎么看 快说 圣上有猜忌心 无非是在极点 第一 独孤府与萧府接亲 文臣与武将交往过密 有结党之嫌 第二 迎亲那日 我们独孤府过于张扬 有损皇家威仪 第三 爹爹的确做过 城池赠语的许诺 曾在坊间传为佳话 此事最容易出道圣上逆临 这三点中 第一点和第二点最容易破解 唯独第三点 爹 这笋真好吃 你们怎么都不吃了 老是吃你的 听九城的口气 你有什么想法 不如 直接将城池交还 这两城是圣上赐予爹爹的丰饶之地 一旦归还 火林军如何保证吉养 正是如此 爹爹才会被圣上忌惮 这 爹爹有梁有兵 再与丞相结亲 说是权卿朝野也不为过 如今圣上年迈体虚 才立了质子为储君 若是爹爹没有把柄 圣上怎么放心 说得有理 那如果把这城归还给圣上 是否又会被圣上清算 的确不保险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 变数 就是你 千雅 正是 出兵讲究名正言顺 如今虽然兵强马壮 但若要出兵 师出无名 你是说 我会嫌宁王拥兵自重 并不是 虽然现在护国公长期卧床 但毕竟手握近卫 如今我们全在京城 若是真有那么些蛛丝马迹 爹爹和护国公见面那日 就已经伸手一触了 那你是说 是你的婚事 你说过 自己绝不嫁人 我知道你是真心 圣上却未必相信 这婚嫁之事 讲究门当户对 爹爹以诚职为嫁妆 在外人眼里 能出得起聘礼的 岂不是只有各地藩王 我当年也只是一时兴起 可我拒绝过吴王的提及 说明我绝无此一样 可圣上并不知道爹爹 是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还是吴王开的价格 还不够高 我说为何突然提起千雅婚事 还不止一次 必定是吴王将此事 添油加粗告诉了圣上 如今圣上本就夺亿 这么一搞 我里外不是人哪 爹爹 如果是这样 那我可以上山 修道明智 那怎么行 万一你遇上自己喜欢的人哪 此事你不要再提 我去和圣上周旋便是 罪臣独孤尽有揍 罪臣 爱情何罪之有啊 罪臣胆大妄为 将皇上介于的土地 私自拿去作为嫁女的承诺 此事大不敬之罪 大不敬 臣恳请皇上 收回明州青州二城 再罚臣两年俸禄 你倒好 朕还没说什么呢 你连怎么罚都想好了 听凭陛下发落 今天好短短的风和日历 你真是饶了朕的心情 人问你 你把城还了以后 你女儿的嫁妆怎么办 毕竟她也是朕的妹妹的女儿 朕关心她 陈 你呀 你不禁不给她找一门好的婚事 连嫁妆都没配 成何体统 吴王爷 不成器 朕给你找一门 假装朕给你出 你也别担心了 圣长 千雅她 你不乐意 千雅 她之前说 自己清新倒雪 无心婚嫁 早有 上山修道之意 胡闹 圣上息怒 她真是有如此意愿 千真万确 怪不得 连军号都看不上 看来是朕多想了 姑娘大了 管不住了 那朕给她背上一份大礼 愿她 与清风观修道吧 谢主龙恩 我刚从外面回来 这是 方才圣旨来过了 难道 见过 独孤小姐 这位 应当是独孤府的少夫人 小得有礼了 方才圣旨宣了 圣上听闻独孤小姐 最新修道 看破凡尘 便命小的 给小姐送来一份厚礼 这是圣上红恩 这也太快了 爹爹呢 爹爹怎么说 少夫人稍安勿躁 想来独孤将军也快回来了 见过独孤将军 原来是王公公 辛苦辛苦 好说好说 都是为了国事 皇上的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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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 独孤小姐 决定何时去清风观呢 此事 就明日吧 姐 千尤 道法讲究一个缘 既然如此 我不如明日便前往 你就这么 罢了 我在家里多待一天 独孤府就一天不得安宁 就成你该明白的 若是定了明日上山 那咱家 这就回宫告诉皇上了 诸位 告辞 千雅 你 我这就进宫 爹 我意义决 九成 你来说说他 爹 你让他去 如果独孤府 要完全摆脱圣上的猜疑 现在 是最好的时候 小九成你说什么呢 成儿住手 姐 今天好大的雨 也不知道这独孤大小姐 怎么想的 跑来修道 说不定是避祸呢 就是 说是修道 实则避祸的大小姐 还少了吗 你说的就是那个 小点声 大师姐听到了不好 今日让你们来接引会客 不是让你们来碎嘴聊天的 若是觉得无聊了 就去多做点功课 不必在这里候着了 大师姐 我们错了 平道 苏卿尘 苏师姐好 你还要再和家里人说几句吗 不了 那就跟我来吧 买酒同名 你是 大姐 是我 九成 你怎么来了 师父吩咐过了 此后同修便住在这里了 此处不比在家里 需事事轻力轻为 即使是您 也不能免俗 那我 亭儿姑娘 请随我到东乡房吧 清风惯住处并不多 还请委屈一下 那照顾大小姐 此处没有什么 独孤大小姐 只有一位同修罢了 道门虽然自有 但还是有些规矩的 亭儿 听苏师姐的 好 我 我收拾一下 晚些过去 明日一早 还有早课 独孤师妹早点休息 我就不多留了 是 道观怎么这么多规矩 还不准人跟着胡适 我没那么娇弱 那不一样 万一小姐晚上要做噩梦了 怎么办 都没人照顾 看你担心的 像个老妈子一样 大小姐 你也拿我打去 少夫人真够绝情的 也不来送送 王妃大小姐这么让着她 好了 大小姐 这就收得差不多了 以后晚上 我都在东边候着 去吧 你还要收拾你的东西呢 那我走了 你当初既然那么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让我嫁进来 九成 你们去吩咐厨房 再煮一碗浆滩过来 是 九成你也真是的 来了也不说一声 神神秘秘的 这么大的雨 受凉了怎么办 大姐 你太紧张了 你从小身体就不是很好 我是担心你 今日不是独孤大小姐 进山的日子吗 你怎么不去送送 闹矛盾了 没有 大姐 你想太多了 千雅对我不错的 怎么能不想多呢 这千雅本就脾气古怪 虽然那天在娘家 看见她和你关系还不错 但是你这又 是不是你太黏着千雅 太生气了 哪儿有啊 小姐 江头好了 我是有些事 想跟姐夫聊聊 夫君 你怎么起身了 我听说九成来了 见过护国公大人 想必护国公大人知道 九成此行来意 独孤府的少夫人 竟然躲破了我所有的眼神 李涛甚是佩服 今日要谈的事情 躲着点好 这不像是独孤进的主意 是你的 是独孤大人 托我来和护国公大人商议 现在千雅为了独孤府的清白 自愿进山修道 独孤府都做到这个程度了 要怎样才能让圣上相信 独孤府的忠心 委屈千雅小姐了 这个 你拿回去给独孤将军看 他会明白的 这 圣上他早就想到这一层了 那如此 为何还会有传言 说圣上糊涂 倒也没说错 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每日上朝前 太医都让圣上 饮下一副醒神汤 只能保证 上朝时的圣上是清醒的 来稳住朝局 这药也不能久服 总有一天会盖不住 我身体不适 不能久坐 让景熙多陪陪你吧 恭送护国公大人 今日送姐姐上山 萧九成都不来送 若是我看到她 够了 你还想怎样 难道还要动手吗 那也不能这样 之前和姐姐好得跟新婚似的 现在说消失就消失 要不是她 姐姐哪会现在就去盗盖 我们把她当一家人 她把我们当一家人吗 独孤城 你说的都是什么话 她萧九成嫁进来以后 过过几天暗生日子 人家一句怨言都没有 尽心尽力给家里做事出主意 在你眼里就不是一家人了 你给我去书房反省 你给我去书房反省 秀成 逆子 还不滚 爹爹 这是护国公让我转交给您的 这是 护国公竟掌控大局至此 各家兵马武器和备战用的粮食 都打探得清清楚楚 护国公还有一封信 朝政大事我不便参与太多 爹爹 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 爹爹 千涯走之前曾跟我说过 要我多听你的意见 我信他 来 坐 千涯他 成儿不懂事 你别放在心上 这次的风波 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心上说 要我们派兵 去承州保护宁王 你怎么看 晚辈认为 宁王势单力孤 本身是不惹眼的 但如果贸然出兵 大肆行事 反而容易打草惊蛇 既然如此 就派几个精明强干的侍卫 暗中保护 这样最为稳妥 你说得有理 那便怎么办 爹爹 我也准备回屋休息了 有一件事 我希望跟你聊聊 关于千涯的 爹爹请说 我知道你和千涯闹了矛盾 去护国公府 也有避开她的心思 一家人 有什么说不清的呢 成儿那边我去安抚 我希望 你能去看看千涯 就像夫君说的 我与千涯姐姐走得太近 不是好事 再说了 就算我不介意 可千涯姐姐心里 也是不喜欢我的吧 就趁你这孩子 就容易想太多 如果千涯不喜欢你 为何给我打包票 要我把护国公府的事情 托付给你呢 原来是 你嫁进来 就是我的女儿 千涯也是我的女儿 你们俩现在这么生分 我看着也难受 你就当是替我这个父亲 去看看她 好不好 来了怎么不说话 我在想 原来千涯也有不擅长的东西 我又不是什么完人 自然又不擅长的 你不进来坐坐 爹地和成儿让我来看看你 我便来看看你 现在我看完了 千涯姐姐介意外人的看法 我就不进来了 我也不是 你不是什么 我难得来清风观转转 四处看看 千涯姐姐不介意吧 那我陪陪你 不必了 如今千涯姐姐是修道之人 还有功课要做 我自己走走就好 这画技真是出神入化 可惜了一副好山水 没事 没事没事 你是 我只是来清风观散散心 你这幅山水画画得可真好 可惜 被我给破坏了 你叫什么 回小姐的话 我叫陆宁雪 我只是随便画画的 陆宁雪 我对山水也略懂一二 能画到你这样程度的 属实不多 我房里还有一些平时画的 你若是有兴趣 我也可以拿出来一起欣赏 好啊 你看 这是清风出雪 朦胧大气 清风观若隐若现 着实漂亮 还有这一副 非流图 云针雾矮 用笔大胆 线条俐落 真是心旷神怡 这些都是你画的 对 那这一副 我竟然没想到 清风观里竟然还藏有 如此无悔之物 秋小姐开恩 不要把此事说出去 你画春宫图有多久了 有一阵了 馆中到处都要花销 我实在没办法 听人说 这等画作容易卖钱 我便 经理公子哥都传遍了 说子虚先生做徒大胆 风格相艳 千金难求 外人认出你来怎么办 你想过吗 秋小姐不要把我告发出去 秋小姐大发慈悲 我家中吐槽变故 我是被家人抛弃来此 无奈之下 只能用这等下作手段维持生活 陆家 你可是齐安城出身 是 你以后少化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指不定哪天被人认出来 你即时来避祸 就低调行事 这是小女谋生之法 若是连这也不行 小女如何在青凤冠活下去呢 多化点山水吧 寄到我府上来 银子不会少了你的 我明日就准备回去了 给你留了一壶酒 是我的一点心意 以后如果缺什么 再写信吧 坐吧 不用站着说话 有伤风化 千雅姐姐提醒过 九成不敢忘记 我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姐姐既然想避嫌 又何必留我呢 我今日生辰 你便陪我一晚吧 明日你想留就留 想走就走 这里简陋 有酒喝 已经是尽力了 我是不挑的 你才是寿星 我倒觉得 这样的饭菜配不上你 都这样了 哪里还有配得上 配不上的 来 尝尝看 还是喝我带的吧 怎么 不喝口味 菜不行 但酒不能不好 来 尝尝这个 这酒是 这酒 你尝尝 好酒啊 那是他 这是萧船 特地托人给酿的 萧景熙 萧逸选和萧九成 各有一瓶 皆是举世难得的真品 是他们三姐妹 出嫁的嫁妆 九成说一定要留一点给你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带来的沉尿 你可喜欢 这等稀释真品 我不能 千雅知道这酒 今日是千雅的生辰 我希望至少要有一件东西 配得上千雅 千雅不愿意成我的情吗 我只是觉得 会不会可惜了 只要千雅喜欢 就不可惜 九成 嫁到我家 你后悔吗 都已经嫁进来了 还说这个 我现在才觉得 如果你我都没有这个身份 说不定啊 我们还能正常地坐下来 像现在这样 吃吃饭 聊聊天 我却不觉得 过去的千雅 眼里怎么会有我呢 你走得太决绝了 爹爹和承儿都很担心你 我没有来送你 你生我的气吗 我还以为 你生我的气呢 我能气你什么 我 我可能是喝得太急了 有些晕 很多事情吧 我说的那些话 我不应该 我不应该那么说 我不知道出什么毛病了 我看着你难过 我也难过 你现在这个样子 实在是太可爱了 我 Mhm 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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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